姐妹平安 欢迎你们来参加教会 这一个礼拜的题目是关于圣诞节的题目 所以我的题目是 耶稣基督降生 耶稣降生的故事 再过几天就是所谓的圣诞节 我也爱圣诞节 我的两个孩子都爱圣诞节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 还有大部分人都喜欢圣诞节 因为在圣诞节我们可以收到礼物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 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对圣诞节的印象 弟兄姐妹 上帝爱世人 所以上帝送给每一个人 一个极大的礼物 这是今天的题目 我们除了欢庆耶诞节以外 圣诞节以外 我们更应该知道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耶稣降生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看这个世界上的耶诞节的时候 你可能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 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 大部分如果我们要看 关于耶稣降生的故事 你可以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这两本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经文 首先我们先翻开到马太福音 到二十五节 我们可以一起读这一个 十八节说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需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 大卫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运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请离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见贤主所说的话说 已有童女怀孕圣子 人要圣她的皮肤为运法被并 我们再翻过来 以马内一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战 约瑟醒了起来 就尊这主使者的吩咐 把亲子取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请离叫耶稣 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完了马太福音第一章 那是八节到二十五节 请问一下 这一段经文是对谁说的 天使告诉了谁 约瑟 约瑟就是耶稣的爸爸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我们很多人都说耶稣基督诞生 但是圣经说耶稣基督降生 差别在哪里 我们人是诞生的 因为以前没有我 当我的妈妈把我生下来以后 这个世界开始出现我 我诞生了 可是耶稣基督他是在天堂的 那一位上人 他道成肉身 所以他没有起初 好像在人里面有开始 可是耶稣基督是没有起初 所以耶稣是降生 他成为一个肉身 之前耶稣已经存在 耶稣就是那一位上帝 所以启示录说 耶稣说我是初 我是中 我没有开始 我也没有结束 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 所以耶稣是降生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这个事情记在下面 就是他的母亲就是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赢许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员 为什么 当约瑟突然发现 怎么玛利亚的肚子变大了 所以约瑟知道一件事情 玛利亚这样不好 对不对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约瑟在思想什么事情 他是一个好的 他不想要让玛利亚蒙羞 对不对 公开的羞恨他 所以他想要做一件事 我不要娶他 我要暗暗的告诉他 我不要娶你 正他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 天使来到他的梦中 对不对 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明白 耶稣降生是谁的计划 是上帝的计划 当人是想要阻止上帝的计划的时候 上帝就动过我们 上帝不可能让人阻止他的计划 所以上帝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 所以我们来看到20节 约瑟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所以天使告诉约瑟说 大卫的子说约瑟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他的意思是说 玛利亚是一个圣洁的女生 你不要害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 天使告诉约瑟什么 再来呢 玛利亚将要生一个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所以天使很确定地告诉了约瑟说 再来玛利亚生出来是什么 男生绝对不是女生 所以这个是天使再给他第二个记号 再来天使又告诉他第三件事情 当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 你要不要给他一个名字 要 对不对 要给他什么名字 耶稣起名叫做耶稣 为什么要起名叫耶稣 对 因为他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 他这个名字说 我们来看到21节 21节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为什么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以救出来 为什么要讲 天使告诉约瑟这三件事情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大概约瑟还是不明白 因为这个是属灵的事情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我的未婚妻会怀孕 他也完全不能够明白 我觉得他不能明白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天使又告诉约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天使提醒约瑟 你看过圣经 对不对 你读过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第七章 第一 我们一起看周报 好 以赛亚书第七章 第十四节 在周报上 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犹太人 他有旧约 他有以赛亚书 他是一个义人 他会看圣经 他爱上帝的律法 所以当他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经文 他说 十四节说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造劳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凌教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哇 你喜欢这边 约瑟读到这个的时候 他可能不明白 现在天使再次地提醒他 以赛亚书里记得吗 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 这个童女就是你的未婚妻 我大概约瑟记起来了 我原来是这个事情 天使告诉他这个事情 所以约瑟决定做什么 圣经告诉我们 当约瑟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约瑟他决定做什么 把玛利亚修了吗 没有 没有 对不对 他决定了听从主的吩咐 上帝的吩咐 所以他还是把玛利亚取过了 所以我们来看到24节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取过来 本来他不同意对不对 现在他同意了 为什么 他听从主的吩咐 上帝的吩咐 25节说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 约瑟做什么事情 把这个儿子取名叫做耶稣 为什么约瑟要帮他的儿子取名耶稣 因为他听从上帝的命令 上帝给他一个命令说 你这个儿子要叫他为耶稣 所以约瑟就做了什么事情 把他的儿子叫耶稣 这个是他听从上帝的吩咐 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二段经文 请我们一起翻开路加福音往后翻 路加福音第一章 在76页 刚刚我们记得马太福音是天使对谁说话 约瑟说话对不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使对玛利亚说话 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一章 那二十六节我们一起看到二十六节到三十八节 二十六节说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被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为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主大位的位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婆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价 怎能有这事呢 天使为她说 圣灵要降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应替你 因此说要生的圣者 立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一定杀过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胎 就是那素来生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 这一段是天使跟谁的对话 跟玛利亚的对话 所以他们两个人还没有结婚 可是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 有没有吓到约瑟 吓到约瑟了 对不对 有没有吓到玛利亚 也是吓到玛利亚 所以玛利亚不明白 所以玛利亚圣经说 二十九节 玛利亚因这个话就很惊慌 反复思想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大概也不能明白 弟兄姐妹 我们是人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天国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圣经讲未来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 但是我们可以明白的是什么 天使告诉玛利亚说你应该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你要生一个男生 你要把他叫名 取名字叫耶稣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一节他说 你要怀孕生子 然后把他取名叫耶稣 再来呢 玛利亚说 哇 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对不对 因为在他的脑袋里面他没有办法思想 这个事情怎么做 对不对 所以天使就给玛利亚一个事情说 你可以去看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亲属 以利沙伯 以利沙伯大概年纪很大 可能七十岁 可能八十岁 可是他从来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天使告诉他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看你的亲属 大概是他的表姐 可是他们年纪差很大 他怀孕了 对不对 这个是天使安慰玛利亚 就像天使安慰约瑟一样 说不要怕 玛利亚就是那一位以赛亚书中说的那一个童女 她是圣洁的 那天使又安慰玛利亚 说你不要害怕 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所以如果是上帝的计划 你可以去看你的亲属 以利沙伯 他在这么大的年纪 他都可能怀孕 所以37节 天使说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上帝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 哈雷路亚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明白一件事情 上帝有能力执行他的计划 我们呢 我们应该信他 上帝有能力拯救我们进入他的国家 就是天堂 所以38节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做什么事情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他是一个很好的圣徒 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也愿意听从你的话 那玛利亚呢 玛利亚说 主啊 我也愿意听从你的话 哇 这个是一个很美好的祝福 对不对 当一个家庭的先生跟太太 两个人都愿意听从上帝的话 上帝就配合他们 组成一个完美的家庭 所以当约瑟明白了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玛利亚明白了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他们就结婚了 对不对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住在哪里 拿撒勒城 对不对 在第26节 26节就是天使加白列王一座城去 这座城就是玛利亚他们住在那里 拿撒勒城 拿撒勒城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故事的开始就是在拿撒勒城 有一对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们结婚了 对不对 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所以玛利亚怀孕了 他从圣灵怀孕了 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二章 第二章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当那些日子该撒雅谷是乌游子一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 弟兄姐妹 当那些日子是什么 就是约瑟和玛利亚结婚的那些日子 对不对 他们结婚不可能第一天就生孩子 他们结婚了那一段时间 那个日子 政府公布了一个法令 什么法令 大家都要报户口 而且报户口呢 你要回你的家乡报户口 像我的身份证上面写的家乡是云里 台湾云里 对不对 所以如果报户口 这个意思就是我要回到云里去报户口 我们来看到一节说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 这是居里扭座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 这是第一次 很特别 第一次报名上车 个人 众人 各归各成 报名上车 哇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对他们地方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如果大家一起要做这个事情 会发生什么事 很多人拥挤 对不对 像我们现在台湾一样 大家周休二日 所以大家就出来玩 就交通用舍 如果连续三天 四天的大家入 那高速公路就会晒车 对不对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 众人各归各成 报名上车 事劫 约瑟也从加利的拿撒勒城上游泰去 到了大卫的城 叫伯利亨 弟兄姐妹 这两个城距离一百多公里 就像我们现在是拿撒勒城 花蓮是拿撒勒城 他要到伯利亨去 差不多要快到台东了 很远 而且我们要知道 玛利亚已经这样 怀孕了 他已经怀孕了 所以这一段故事来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所以事劫说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亨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期玛利亚 一同报名上乘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就到了 所以七节这个是大家大部分都知道的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为什么 因为客殿没有地方 为什么没有地方了 大家都回来了 对不对 为什么他们会没有地方 因为玛利亚肚子大了 他回来的速度比较慢 对不对 所以后来才来的人 他们找不到客栈住 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这个是上帝的计划 结果我们一起看八节 在伯利恒的野地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根字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惯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的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握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 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荣耀 威于神 在地上平安 威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 他们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彼此说 我们往活力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满去了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 握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 传开了话 你想不想 这一段就是很多人过耶诞节说的故事 对不对 在伯利恒 耶稣基督诞生了 对不对 所以在野地里面 就像在郊外那个地方 有牧羊的人 在夜间有天使向他们显现 告诉他们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是一个大的好的消息 是关乎谁 万民的 虽然他们不明白万民 万民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种族的人 所以救恩不是只有在以色列他们 耶稣基督来不是只有为以色列 也为他们 但是也为我们 对不对 这是万民的意思 所以天使告诉他们一个记号 你如果要看这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是什么 有一个婴孩包着布 卧在哪里 马槽里 这个就是记号了 当你们看见这个记号 这一个小婴儿就是什么 就是救世主 他就是救世主 这个是一个大好的信息 所以天使唱歌欢唱 像我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 天使们欢唱 哇 牧羊人的心 开心快乐 对不对 他觉得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好的祝福 所以当天使升天以后 牧羊人就做什么事情 赶快去找这个记号 所以他们找到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跟别人传这一个消息 最后他说 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 传开了 当我们有开心的时候 我们也传主耶稣基督的福 因为我们看见了上帝的救恩 上帝大好的信息 哇 这个是一个快乐的信息 当我们在过耶诞节的时候 我们应该明白耶稣基督降生 他的意思是什么 弟兄姐妹 我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12月25日是耶诞节 对不对 到底这一天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日 这一天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日 抱歉 这一天不是 为什么 刚刚我们已经看完所有的经文了 对不对 弟兄姐妹 你已经看完了吗 太福音 看完了路加福音 请问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看见圣经记录耶稣降生在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个日 没有 没有 当你看耶利米书 当你看以西结书 先知很清楚地记录你那一天是什么日子 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可是在新约 耶稣降生这么大的消息 这么大的事情 为什么圣经没有记录在 他是哪一天 为什么 大概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就像我说的 耶稣基督是谁 他是上帝 他从天降临到城肉身 所以他没有开始 他没有诞生的那一天 诞生的是我 神没有诞生的那一天 还有第二个事情 耶稣降生要我们记得的是什么 他来的目的 耶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他不要我们纪念这一天 你可以看现在的世界 大家为了25号 哇 对不对 布置了那么多的东西 买了那么多的东西 最开心的是谁 商人 当然我们也开心了 可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所以圣经没有给我们 耶稣基督是在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个天 降生的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12月25日他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人 不是 所以圣经要我们记得 耶稣降生他主要是为什么 弟兄姐妹 第二个问题是 你记得 耶稣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吗 耶稣基督降生 我们说耶稣 那耶稣他的名字 他的意思是什么 你记得马太福耶天使告诉约瑟 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要将他的百姓从什么 罪恶里面救主来 这个是耶稣名字的最重要的意义 我们看周报 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 把他写在周报上 这个是很重要的意思 我们一起读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请教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阿雷路亚 弟兄姐妹 当你成为基督徒 你就是这个百姓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不是我们自己逃脱罪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哇 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信你将明白 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 我们犯了罪 我们犯了罪 天堂是圣洁的地方 在天堂没有一个罪 我们不配得进入天堂 很可惜 我们不配得进入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配得进入天堂 因为天堂是完全世界 只是因着上帝的爱 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进入天堂 这个机会就是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拯救我们 让我们可以逃脱罪恶 我们可以进入天堂 请我们一起看周报上 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救白白的神医 哇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主耶稣降世是上帝的恩典 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不可能进入天堂 天堂是圣集的地方 上帝不容我们污染他的天堂 对不对 你可以眼睛看这个世界 很多工厂 很多企业污染了这个世界 上帝不容人 不容工业进入天堂 污染他的天堂 所以只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可是神仍然有恩典 他喜欢我们进入天堂 请我们一起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指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罪是可怕的 圣经告诉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地球是污秽 地球被污染 因为罪 罪进入了地球 罪进入了我们的生命 罪进入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的生活很可怕 有一天我们可以眼睛看到很多人每一天有人过世 对不对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有死人 都有人过世了 有一天我也过世 为什么 因为罪 罪的关系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过世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有一个好消息 我们可以逃脱永远的灭亡 这个是恩赐 所以他说在主耶稣基督里 这个是一个救恩的记号 神派他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了要拯救我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 所以我们来看提摩泰在周报上 提摩泰前书一章十五节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降生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 对不对 这一个是恩赐 上帝的恩赐和礼物 这是一个极大的礼物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可是他要送给谁 上帝要把这个礼物送给谁 送给罪人 如果你信靠上帝 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在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我是一个罪人 请我们看一个最后看一个经文 路加福音五章三十二节 在周报上 耶稣说 我来本不是遭义人悔改 乃是遭罪人悔改 哇 弟兄姐妹 上帝的礼物要送给一个 他自己承认说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配得进入天堂 当一个义人说 我信靠耶稣基督 我可以进入天堂 很抱歉 他不能进入天堂 为什么 因为他不承认他有罪 所以主耶稣来对他没有意义 路加福音说 耶稣说他来的目的是找谁 找罪人 如果人说我是罪人 耶稣基督拯救我 上帝的救恩领到他的身上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意 你乐意在上帝的面前 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虽然不容易 但是上帝的恩典就在这个里面 上帝的恩典就是说 你应该明白 你应该要悔改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上帝的面前 承认说上帝啊 我们真的得罪了你 我们不配得进入天堂 我们不配得进入永生 可是按着你的恩典和恩赐 你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我乐意接受这个好消息 我乐意接受主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 代替我的罪 对不对 拯救我的灵魂进入天堂 哇 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 这个是一个好的礼物 上帝的礼物没有浪费 所以上帝的礼物不是送给 他是一个很富有的人 对不对 一个他觉得自己是好人 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上帝要送给他一个耶稣基督 不是 上帝不是这样 上帝说我的礼物是要送给那个什么 可怜的 他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所以上帝把礼物送给他 把耶稣基督送给他 请我们一起看到最后一个经文 诗篇八十六篇第五集 我们一起读 主啊 祢本为良善 乐意饒恕人 有丛盛的慈爱 赐给凡修告祢的人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是良善的 上帝喜欢赦免我们的罪 上帝真的是慈悲的上帝 所以我们应该现在马上在上帝的面前说 上帝啊 我是一个罪人 我亏缺了祢的荣耀 我们应该求上帝说 上帝啊赦免我的罪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个人的救主拯救我的灵魂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降生 这一个好的礼物 就是要送给他乐意在上帝的面前 承认他是罪人 今天如果你乐意在上帝的面前承认 上帝要我是一个罪人 你将得到这个极大的礼物 愿耶稣基督的降生 祝福你的天生 请我们一起换个导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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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